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见会平安 《与虎其灵修默想》 今天来到最后一天 就是第四十天 我们明天就慶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在未慶祝复活之前 我们看了几个星期的《与虎其灵修》 到最后一天,我们今天将会看一节 或者是一章比较重要的经文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 我们今天不会花时间去看完全章 但我们也会看看在第21章里 第1至第14节 特别是讲到关于耶稣如何去复兴 或者是兼顾那帮门徒 我们今天会看第21章 第1至第14节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然 他怎样显然记在下面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 并加里利的加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彼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一同去 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 哪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说 你们把网杀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着 他们便杀下望去 境拉不上来了 因为雨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比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就束上一件外衣 挑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 若有二百爪 就在小船上 把那鱼望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 你们来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以后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当耶稣基督受死之后 很多门徒就成为了 好像一些懦夫 或者是一些很怀疑 怀疑的多玛 甚至是有些不感应耶稣的失败者 但是当他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 他们就变得很不一样 他们成为初期建立教会 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员 有很多成为一些报道家 有些更加成为殉道的人 门徒的生命改变 是耶稣基督復活最有力的证据 因为我曾经听 一些神学家说过 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没有復活的话 门徒实在没有需要去卖命地把福音讯息传出去 但是我们知道这班门徒 就是致死忠心的 就是去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 亲身见过这位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其实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 相信很多大兄姐妹都很熟悉 特别是讲到 关于耶稣如何去复兴彼得 但其实我想 看回复兴彼得之前的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其实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复兴坚固彼得他自己 更加的就是坚固了这班门徒 给他们更多的信心 或者刚才我们看这十四节的经文 当中我自己再去默想的时候 都有一些思想在当中 都有一些问题 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西门比特和多玛和拿但涅 和西比泰两个儿子 又有另外两个门徒 会决定去打鱼呢? 相信在那时候 他们这几个门徒去打鱼 他们没有说为什么 但可能很相信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都要吃饭 因为他们都需要有一些收入 所以就重操他们的故业 去打鱼 当时他们已经见过耶稣 曾经已经见过復活的主 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前面的路 应该如何走 所以他们回去以前的工作 或者他们在密德上 实在有些需要 等了主等了很久 都未见耶稣基督回来 所以他们可能在那时候 就觉得 不如就回到以前的工作 然后呢 就是奇就奇在 我们会看到 他们打了一整晚的鱼 都打不到什么 即是以他们一个 这么有经验 打鱼的经验 而且呢 加利利海 在这里说了 是提比利亚海 其实呢 都是一个很出产 鱼类的地方的时候 为什么会打不到鱼呢 或者有时候 我们真的要好好问一下自己 明明是自己 最撒家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但是偏偏好像神都没有答应 也都没有帮助 没有开到门 给我们去走的时候 或者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不好好地去等待神 又或者是我们 凭着自己的工作去做 自己的能力去做 结果 好像那群门徒一样 是一无所得呢 当然 我们另外会见到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那群门徒 第四节那里说 他们不知道是耶稣 为什么会不知道是耶稣呢 我都会问 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多了 一起起居饮食 怎么会不认得出 那个是耶稣呢 但是会不会因为 其实自己心里面 好像都没有想过 可能有机会会再见到耶稣 不知道耶稣会什么时候来 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会不会再回来 这个都是他们心里面 可能会不断在思想的一样东西 所以在那一刻 他们不知道那个是耶稣 没有想过在那一段的时候 耶稣会再出现 但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记得 耶稣在呼召 彼得的时候 其实是同一个情景 彼得也是打不到鱼的 但是在这里 似乎就是耶稣用同一个场景 去复兴 不单只是彼得 更加的是其他的门徒 当他问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其实去原文当中 是问究竟有没有打到鱼 有没有一些鱼可以吃 所以这班门徒就说 没有啊 结果耶稣基督帮了他们 帮了他们去打鱼 特别的耶稣说 第六节 你把网杀在鱼的右边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因为就是说 我要放下我们以前 以为最撒家的东西 去听一个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的人的说话 在这件事当中 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 所以就把网杀在船的右边 结果呢 他们就打了153条鱼 其实在平时我们看这段经文 153条就是153条 为什么 我没有想过究竟谁去数鱼呢 要数153条鱼 是不是容易的呢 为什么这么特别是153条呢 当然 我们觉得这个数鱼 可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在当中 但是反而我看到的就是 可能比特 第十一节那里说 比特去把网拉到岸上的时候 这个网没有破 但是有153条 似乎比特真的是逐条 逐条 逐条的在数 究竟当中有多少条鱼呢 似乎神给我们的恩典 有时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慢慢去数 当耶稣基督问他们 有没有食物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的经文 我们在这里看到 就是第九节那里说 他们上岸 就看到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这句话可能成为今天 我们在灵修默想里面 我自己觉得最触动到我的说 原来耶稣基督一早已经准备好 原来耶稣基督一直都已经有食物 但他都问门徒 有没有钓到鱼 有没有钓到鱼吃 其实他关心的 不是他自己有没有食物 他关心的是 这帮门徒有没有食物 而他一早已经准备了 门徒有鱼也好 没有鱼也好 其实这些炭火 这些鱼和这些饼 一早已经准备好给那些门徒 所以耶稣说 你们过来吃早饭 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已经准备好 有鱼又有饼 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第十节那里 仍然的和他们说 将刚才打的几条鱼拿过来呢? 我觉得 我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神很恩待 他恩待我们的意思 不是说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他就给鱼和饼 不是,而是神说 只要我们愿意甘心的去跟从神 神就会将这些很丰盛的恩典给我们 而当我们得到这些鱼的时候 原来我们都可以一起去享用 不单止是神为了我们准备的那些我们可以享用 更加的是我们自己打的鱼 我们都可以一起去享用的时候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都可以参与在这个打鱼的过程 打鱼的满足感当中 耶稣说我们要得仁如得鱼 当他和彼得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今天都和我们这样说 我们得的人,我们得的鱼 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为主得仁的时候 这个不仅是主的工作那么简单 这个工作我们都有份的 我们可以和这个万有之主 万王之王一起去同供 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在预苦其灵修默想 去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是的,耶稣基督是被钉的王 但是他也是一个复活的主 当我们遇见人生的困难、困局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以为用尽自己的方法 都以为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再次地告诉我们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是靠一早已经准备好的耶稣 让我们可以和耶稣一同同工 一起地去为福音打仗 我们今天的灵修分享到这里 与虎其灵修默想 我们感谢主 过去四十日 我们可以一起去 去研读神自己的话语 帮助我们的灵命 我们求主也都继续带领 在明来日子里面 帮助我们每天的去研读祂的话 每天的在灵里面被祂更生 我们下次再见